歡迎你回到第四集 上一集我們講到你買了琴回家後 怎樣去找一個音樂老師 學琴後,我們回到家後就要練琴 我們作為一個家長 我們是否應該要坐在小朋友旁邊陪他練呢? 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小朋友幼小的時候 讀四季,到小四都是最好坐在旁邊 陪著他練 那我應該怎樣幫他規劃練琴的時間呢? 一開始應該怎樣練,中間應該怎樣練呢? 譬如你預備了半小時或一小時的練琴時間 首先要分開幾個部分 首先要練一下手指的技巧 熱身先暗粒 然後手指才會聽話 然後練什麼呢? 然後會練老師新教的歌 新的歌 開了什麼新歌 對 然後就會練一練之前教過的那些歌 即是九歌 對,溫故之新 一二新,然後練新歌,然後練九歌 然後就會有一些時間 可以讓小朋友喜歡怎樣彈就怎樣彈 即是讓他們自由去玩? 對 為何要讓他們自由去玩呢? 令到他更加多的音樂靈感 更加會有創意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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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後還要回頭再溫多次一些新歌 再溫多次新歌 對 即是一個完整的學習時間 對 對 對 現在我們小朋友到達 我現在每天應該是練半個小時 九個字還是一個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呢? 以你現在平均來說你的學生 其實呢 練多久呢 就是視乎那個小朋友的程度而定 對 如果初學來說呢 半個小時已經足夠了 都可以 即是開始學的時候學半個小時 是的 好了 這半個小時內,我一次過一定要坐定還是練半個小時 還是可以分開幾個時間練呢? 那視乎家長要清楚自己的小朋友的性格是怎樣 如果他坐不定的話 有點喜歡的 那就要分開兩至三節的時間 在一半個小時內 可能每次練十至十五分鐘 都會有效的 因為你強迫他練習,可能他坐不定 他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會不會? 他會很辛苦,扭計,不學 那他就得不償失了 本來我們是想要啟發他音樂前半 然後就壓榨了他 對 如果他快要考試或者要比賽之前 我們是不是有另一種練琴的方式呢? 通常這些時間,老師就比較少教新歌 就練比賽球 對,比賽或者考試專門的東西 通常都會練一些技巧 或者一些技巧 照熱身 照熱身 然後就會練一練 那首比賽的考試歌 他需要改進的東西 抽出來練 譬如某一個小節 某一個大小聲 或者要改善什麼拍子 就是針對性 針對性 就是在首大歌裡面 針對性 找一些小節出來 對 首先練好那些小節 對 對 然後我最後是不是要串通他一齊 要串通他練習流暢性 OK 還有 最重要的一個畫質就是演練 演練等於我們可以彩排 你的腦就要幻想自己已經 面對著一大班 但實際上在客廳中 對 但你要幻想自己是面對一大班 對 又或者彈給一個外國人的考官聽 對 那你有了這個幻想過程之後 他一到真正的時候 就可以給你一個武功劫場 對 即是有個心理準備 對 已經習慣了 好了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科式 可以令我們有效感 陪同這個小朋友去練琴呢 嗯 父母可以準備電話 錄音 或者真的專業的錄音機 OK 錄音或者錄影都可以 是嗎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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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例如手形 有時候小朋友的手形 或者姿勢排得不好 你跟小朋友說的時候 他自己不知道 又或者 我不是啊 我明明有鐘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給他看 對 可以溝通 即是哪裏做得好 哪裏做得不好 對 我看到有些家長 他都會有一個琴上 有一個 雞仔的鐘 有一個計時器 對 就是監視他 一定要去練習這個時間 那你怎樣看呢 這個計時器 其實計時器的意思 就不是說要很監視他 你練到他響了 你可以離開火箱座 其實就是 你要有一個規劃 你練頭的規劃 有策略 每一個部分 譬如這首歌 你要練多少分鐘 這個 這個技巧 你要練多少次 多少分鐘 有一個規限性 你要量化 你才知道 我自己練五次又怎樣 練十次之後又怎樣 OK 如果你有幾首歌 可以透過這個計時器 平均練習的時間 對 令到他平均的營養均衡 每樣東西都會練得到 例如我平時看他練琴 但我家長 我本身又不是國琴老師 我怎樣懂得說那首歌 我應該怎樣跟孩子溝通 如果他彈完琴之後 我也要說說話 例如他不說 我彈得好嗎 我其實可以有什麼角度去說呢 首先 父母就要很誠心 他很誠意很認真 真的聽他彈 真的聽他彈 不要說一邊聽一邊搞個電話 就是小朋友都知道 對 你都不專心 對 不會開心的 對 那你就要 首先要找一些小朋友的缺點 不是 那個優點 優點 要讚多一點他 OK 讚他 對 最簡單 比如他的姿勢 坐得好不好 坐得好直 對 坐得好直 你今天很厲害 坐得那麼直 真的做得漂亮 做得漂亮 可以說 手型很好 對 對 對 這樣你讚得多的時候 然後呢 那小朋友會提升他的自信 他提升自信 他又覺得 原來他的學琴也有成就感 對 他見到一些家長 他見到小朋友 走來走去 或者你彈得不好 他就馬上就鬧他 因為我們平時 做事 創業 其實累積了很多壓力 對 小朋友來說 你如果責備他 相對來說 就會很容易打擊到他的信心 對 對於我們怎樣去幫助 那個小朋友 然後提升他的學習興趣 都很重要 總結我們今集的內容 就是我們首先要幫小朋友 編排了學琴的練琴時間 在家裡 有計時器幫助他 一開始我們 無論是平時練琴也好 或者是比賽也好 都要先練一些技巧和熱身 如果比賽的話 就可以針對性 找一些小片段出來 去針對性提升 對 然後我們小朋友彈完之後 我們都要 feedback 他 從他坐的姿勢 我們的手型 對 有沒有耐性 有沒有耐性 那你就多點去讚揚他 和鼓勵他 對 這就是我們怎樣 可以陪小朋友去有效練琴 令他可以繼續有興趣 我們下一集 特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應該怎樣 去提升這個小朋友 去學鋼琴的興趣 下一集我們再見